我们大家都知道 属于内燃机的时代终将会结束 尤其是对于大排量的发动机来说 它们退出市场的速度很快 这也意味着法拉利纯粹自然吸气的V12引擎 在几年后可能就会消失 而法拉利812很有可能就是 法拉利V12引擎的谢幕之作 对于颜值控来说 法拉利812完美继承了F12的酷炫属性和运动基因 重新设计的溜背造型与饱满润泽的流畅身线 完美地融合了在一起 让车辆无论是在静止状态 还是前进状态都宛如一匹奔跑中的猎马 在动力表现上 它有着超越很多同级别对手的强悍性能 能够带给车迷朋友们畅快淋漓的驾乘体验 它搭载的是一台6.5升V12自然吸气发动机 最大输出功率800匹马力 峰值扭矩718牛米 匹配7速双离合变速箱 百公里加速时间3秒内 急速可达340公里每小时 法拉利812重新调校的V12发动机转速红线 可达9500转每分钟 它将是法拉利史上转速最高 动力最强的燃油车型 对于法拉利在量产V12市场的回归 被很多车迷看作是王者的归来 尽管诸如奔驰宝马等品牌宣布了对V12发动机的停更 但我想对于一辆超跑而言 对于一辆法拉利而言 V12自然吸气发动机的魅力是任何一款纯电 甚至混动系统都无法比拟的 这是对品牌精神的传承 更是对超跑尊严的捍卫 你觉得呢